室内设计 室内设计是与人的关系很密切 我们虽然在外面 看到建筑的外形很吸引 但我们日常用的时候 是用内部 每天的房间、客厅、卧室 都是与室内有关的 室内设计是我的生命中重要的一阶段 室内设计的校园很漂亮 是对我们的室内设计很有启发的 在我做设计的过程中 我觉得首先功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功能一件事上 我们能够考虑对美的追求 我们不是设计一个空间 我们是设计一个生活方式 让别人有更好的生活品质